除了定出夜寮场所和乘搭公交 我国不再强制民众佩戴口罩 但是防范于未然 只要病例忽然飙升 马六甲州政府不排除 重新强制民众出入马六甲的公共场合 都必须戴口罩 马六甲掌管州卫生及反毒事务的行政议员 沐阿默·阿克玛指出 当局严重看待目前在全球上升的确诊趋势 尤其是这两个星期 当局会严密监督疫情走势 要是发现病例忽然暴增 到访马六甲的所有人 包括游客 在公众地方必须戴口罩 他也鼓励大家踊跃施打疫苗增强剂 另一方面 作为另一个热门的旅游州署沙巴 也密切留意疫情的走势 沙巴中立阁明天就会讨论 中国游客入境沙巴的标准作业程序 有了定案后 沙巴首长哈芝芝将会做出宣布 沙巴中立阁明天就会议新剧 散开阶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